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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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传统的美食 本地人的味觉往往敏锐而挑剔 从早餐到宵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正忙碌地准备着最基础也最为关键的处理工序 煮赖粉 静住 耐性与火候的精确掌控 蜕变 必须具有细腻爽滑的口感 不失筋道与韧性 粉的好坏 时刻总能第一时间感知 要想做出爽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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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冯明华早早出门 选购制作蜡粉的原料 大米 对于他来说 人和原料的状态 在早晨都是最好的 选材 冯明华是绝对严苛的 这个是不是 今年那个新米来的 是 这个我又两块钱 这个蜡粉 又想做的好吃 肯定用我们当地 这个大米来做 就是找那一种圆圆的 克力饱满的那个米 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那个钱米状态 那个蜡粉 就没有那个米的香味 洗米看似简单 却必须多人的默契配合 才能完成 冯明华往木桶里加水的同时 徒弟陆雪娟与五灶敏 反复用手捧起 被水浸泡着的米粒 搓柔清洗 被水包裹着的米粒 晶莹剔透 磕磕都是 精挑出来的碗道米 它们与清水相遇后 将焕然一新 并迎来一次新的蜕变 冲米 石对 是帮助米粒蜕变的重要工具 简单的工序背后 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默契配合 五灶敏往石盆中加米后 冯明华开始踩踏石冲 这不仅需要熟练的技巧 更是个力气活 伴随着石冲 有节奏的上下起落 米粒蜕变成为米粉 米粉落在筛盆中 只有足够细腻的粉末 才能打在藤竹栏上 而留在筛盆里的米粉 也不会浪费 重新回到冲米槽 直到足够细腻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力度与节奏的精准掌控 锤打粉团的同时 五皂敏在一旁添柴烧水 方便赖粉一成型便能下入废水 正是依靠着三人之间多年来的默契 生赖粉的最佳口感才能得以延续 而接下来的一步是最大的考验 压赖粉 陆雪涓负责将搓好的粉团置于槽孔 并固定长凳 以保证赖粉的形状 冯明华负责最需力气的环节 将木杠一端插入粉槽和榨孔中 用力往下挤压 长 韧 爽 滑的粉条被挤压到锅中 这种制作方法被叫做赖 赖粉也因此得名 当赖粉被下入热气腾腾的锅中 五皂敏用长竹条 使废水中的赖粉充分翻煮 避免粉条粘团 冯明华继续抓紧木杆 用力往下挤压 等到面团耐尽 他早已大汗淋漓 同样是大汗淋漓的赖粉 待遇似乎比冯明华好得多 他即将迎来过冷河 冷水洗过热气腾腾的赖粉 使其迅速降温 变得凉爽白嫩 就是过冷河 一份份赖粉被盘起 置于竹边之上备用 若想增加保存期限 还需晾晒风干 原本湿滑的赖粉 失去水分 变得筋道干脆 透出晶莹的光泽 更利于长时间保存 同样在时间中被唤醒的 还有冯明华自己儿时的记忆 工业化的发展 让手工制作赖粉 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 但对于冯明华而言 这却是需要一直铭记 与传承的记忆 一天的劳碌过后 一碗香喷喷的赖粉 正是它童年时期 简单又最满足的回忆 这是家与家乡的味道 生赖粉的制作 大功告成后 冯君坚正在准备着 汤料的食材 广东人善饮鲜汤 在冯君坚看来 细腻顺滑的生粉是基础 好的汤底 却是一碗赖粉的灵魂 因此 冯君坚每天都会去市场 亲自挑选优质的汤料 严格把关 只有最好的食材 才能熬制出口感浓郁 入味的骨汤 给人们带来真正饱满 又充实的幸福 中文甲市场 耐粉汤里面的药材 就是这个党鲜 还有红枣 实地 等等的药材 新药材方面的党鲜 干一点的 粗一点的 保持哪个汤 才好吃才浓稠一点 每一位传承耐粉烹制技艺的厨师 对于食材的把控都近乎极致 茯苓 党参 野生石壶的加入 保证了汤汁的鲜美与营养 而在这些名贵药材中 有这样一位最重要的主角 牛大利 牛大利别名猪脚利 气味甘香醇厚 针对身体虚弱的人 可增强人体抵抗力 牛大利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 作为生根性作物 它喜光怕烙 对土壤的通气性要求颇高 恩平四季阳光充足 土层肥沃疏松 排水优良 恰好为它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当你脚踏恩平山林的土地 看到的是平凡无奇的花草 但深埋地下的根莖 才是人们追求的宝藏 两教育也是朋友 答案 哎呀 整个人都不会上次 而且大家会那种 很 dessa rive upload 会他 很 Snake 以我的 said 我不愈 instal 其实 放下面 我 走 什么 当你 先 跟 p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品古汤》正因为有了牛大力这一味药材而显得更为难得与珍贵 此时冯军间也以备好了各类汤料带粉下锅 拉刀切法用来对付韧性较强的肉类牛腩既能轻易地切断纤维又可保留最多的营养 剁鸡需大力干脆的刀法一刀下去效果利剑 面对柔滑的鸭血刀法温柔不犹豫 看似日常的刀工是大厨多年的磨练与坚守 熟地 红枣 党参 当归 罗汉国一一待命 冯军间守法熟练 纷纷拨入锅中轻巧利落 只有精选出的优质药材和食物协调搭配 才能满足味内滋养身体 莲藕是赖粉汤料中最受欢迎的美味食材 微风过畜 送来荷花的缕缕清香 莲藕深埋于淤泥之下 若想收获美味 必然是要付出辛勤的劳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制作完成了 劳作人的晚餐并不需要多么奢华和丰盛 最简单的烹饪反而最能体现出食物本身的味道 这也是幸福的味道 在恩平这座城 赖粉不仅是平日里大家喜欢吃的美食 更是中秋家宴里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也因此蕴含着这座城市共同的情感 今日是中秋家节 此时的月亮正在赶来的路上 而恩平也在这天显得越发有人情味 一大早 麦少芬就来到了菜市场 精心挑选着各类食材 打算做出记忆中的味道 每逢中秋 麦少芬与丈夫冯灿基 都会记得给他们的爷爷留上一碗蜡粉 他们爷爷的名字被千家万户所熟知 他叫冯儒 冯儒出身于广东恩平的一个贫困家庭 从小便痴迷于科学 十二岁随父飘洋过海到美国谋生的他 目睹美国先进工业 认为国家富强需依靠工业的发达 于是开始发奋图强 刻苦钻研飞机制造 成为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 在冯儒故里 传承的不只是这些能品尝到的温暖 还有对科技的热情 越来越多的孩子受到冯儒的影响 热爱科学和飞机 以冯儒为榜样 传承着勇于探索的精神 孙媳妇麦绍芬 将对爷爷的思念与尊敬 融入了这道家常菜中 汤料依旧是重头戏 莲藕洗净 莲藕洗净 切片 黄旗 挡身 一一减碎后 升温顿主 红枣铺开 掏出枣盒 保证口感的软糯 清洗过的大骨 焯水两分钟去腥 再加入骨汤中 鸭肉是人们进补的优良食材 鸭肉的蛋白质含量 比处肉高得多 脂肪含量适中 且分布均匀 鸭肉的加入 使汤更加滋补 莲藕需要焯水备用 柴火灶 柴火灶是农村传统的烹饪厨厨具 要保持万火煮汤 需要不断添加柴火 在长达几个小时的熬制中 汤料的味道和营养 将浓缩于汤水中 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广东老火汤 慢火煮的中华老火亮汤 火候足 时间长 既养生药补 又入口甘甜 而赖粉的汤也是如此 赖粉骨汤已然出锅 早已备好的赖粉 此时终于可以放入水中 加热煮熟 我们安平人 外风过节 都很喜欢吃这个赖粉 这个赖粉很好吃的 有香有滑 我的奶奶跟我们说 爷爷小时候 很喜欢吃这个赖粉 她很喜欢吃的 很好的 我们都经常吃这个赖粉的 很好的 在逢如小时候 赖粉主要是人工制作 工序复杂 加上家庭贫困 往往只有中秋节才能吃到 赖粉也成为 它对于家乡团圆的 美好记忆 赖粉不仅是一道 中秋佳节的传统美食 也是当年爷爷远在他乡 刻苦钻研 飞机制造的每一个深夜里 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浓厚思念 恩平 是中国著名的桥乡 在中秋这个特殊的节日 许多桥民从国外赶回 希望能够赶上这个团圆的日子 冯根存刚从海外归来 一落地就来到了赖粉店里 一入座 冯根存就迫不及待地向服务员 点了一份莲藕粉 欧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尝到这口家乡的滋味 飞过万水千山 也不再感到辛劳 乡愁也随之淡去 满怀童年的成长回忆 冯根存和家人 来到了牛江镇根存小学 校长早已在门口等待着他了 为了不打扰孩子们 他特地选择了假日 这所以冯根存的名字命名的小学 自1994年以来 一直接受他的捐资 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冯根存虽身居海外 但一直心系家乡 盼望着能为家乡做出更多的贡献 游子在外 家乡便永远是最深的眷恋 看着每间教室 都已经配备了新媒体教学设备 冯根存感到一阵 虽然远在国外 但他一直都惦念着 家乡的这些孩子 他盼望着 这些孩子能够在 最好的教学条件下 同家乡一起成长 冯根存的家人 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晚宴 恩平是侨民之相 经历过离别的他们 更加明白团圆的难得 所有的食材都在等待着 一起下锅 赖粉依旧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正是他寄托了家人的思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水思源 河流有源头 树木有根系 不管在哪里 家乡始终是人们的牵挂 上乡祭祖 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传统礼仪 实则是对祖先和家乡的眷恋 夜幕降临 冯根存一家人开始享用晚餐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恩平奈粉可能不像盛宴上一道华丽的菜品 但它一定是牵动恩平人心弦的一种美食 一种思乡情怀 一种家的味道 一种温情在里面 无论是远在他乡的游子 还是回国访亲的侨胞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对赖粉独特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沙湖镇高原村的老人们也围坐在一起 开心地吃起赖粉 聊起家常里短 比新年还要热闹 赖粉这个来自田地的美食 见证着人们一年以来的薪钱劳作 诉说着劳动人民的充实岁月 而这场大型的乡村宴会 正以赖粉为载体 把乡亲们的情感联络在一起 一道美食 道出的是恩平人对家乡的爱 游子行千里 总是惦念 故乡情 秋收过后 大地开始等待 等待着冬季的过去 等待春雨的滋养 等待着夏季的来临 农民们将投入一场新的牢作 自然的车轮开始滚向下一循环 人们开启新一年的耕作 期盼下一个丰收